今天有技術貴導管理 立法院的財政維安費 今天在政策索困條例計算 為否普通陳時中也有出席 陳時中批訊在世界主講 管理疫情也下降無多高峰 並無辦法安算 也在世界衛生高峰期 可不可以加強變形管理 另外今天記事 生養殖買賣罪案 在坪洋做得加賣結的 生人的罪案 前年做得賣亂的 太年做得賣三的 那時候有賣罪案的 人的出席都 就有立位建議 各行當兩禮拜賣六的 陳時中批說 他做到這樣的發言 建議就有兩三三千萬的罪案 能有可能做到 指揮官陳時中 外蒙峰日和外席立法人 接受批訊 沒有的事件好了 是做得利用推薦的事件 無主秘密去看下 每天問到 為否普通陳時中會疼嗎 外國子中會批訊嗎 既說既然是會自家裡 是對立法人的尊重 之後是不是可能可以請 次長之類來幫開委員會這樣子 就是可以比較分工 因為大家都擔心說 您這樣可能蠻累的蠻辛苦的 不會對立法院一個基本的尊重 這還是要的 民進黨維然反映之一 速訓日子有三個四十五點六十個月 比進行人辦便利出來了 陳時中對這就熟悉 四海基都清清楚楚 沒動作四個解釋 在以前SARS的時候 我們編了兩百三十八億 那總共有留下來一百零一億 所以用了現在一百二 等於是一百三七億 那現在是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九億等於是三十億 然後就差了這樣一個三十億 台南改造M2獨奏 我們會提醒到一百 做的賣三十五個 肉球五倍 憲體百二百動充 有為人建議 在這部分做的提醒到一百 賣兩十六百六十 其實中港會人生產三千萬片漲做的 我們也建議 是不是兩個禮拜 你一次不要大家都在排口罩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占備量還不足以供應一次 兩個禮拜的量 可是現在還是很多 照理現在這麼多生產線的話 如果要兩個禮拜一次 我們要占備量 我們要將近三千萬片 美國日期五月期間 都三十年內衛台流行 對台灣的日清評估 甚至中共會尊重國貴的相反 為照普條類安排 兩下台灣行萬日日清改過分期 香港會仍平安 香港加強變經國職 下個新聞網友宣 千明日特別報導